這樓逼大就做XX 對 因為他們就是 我起來在騎乎被負責 身穿白襯衫的男子才剛趕到現場 手上安全帽還來不及放好 就急著對擊袁警 破口大罵 原來這名囂張男子就是民進黨 台南市議員李文正 14號中午 他看到袁警在台南安平路上的 魚皮小吃店前 針對微停車輛開罰單 他立刻衝上前去 當街指著袁警的鼻子大聲開罵 離譜行徑 讓路過的民眾都看不下去 是人家吃東西 這個參與議員有色 他叫他講 剛才說他剛搶手來 剛才在學生 現在議員他心想說 你不是在尋找我議員 台南市這個月初 發生老婦人閃微停車輛 反遭殺死車碾幣的意外 台南市長賴清德立刻指示相關單位 嚴格取締 從9號到現在短短11天 開出了8785張微停並排的罰單 一張罰款900到1200元 相較於以往一個月取締3000件的微停 確實多了8倍 的確是有不少民眾抱怨 但袁警是按照市長的指示依法取締 民進黨的議員何必要為難第一線的袁警 我們比較大聲還是我們比較急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去我也有卡電 把市長說 做生我們的警員的一個 像說這樣 我也表現最大的一個 失戀最大的度限 議員說他最近接獲很多民眾投訴 抱怨袁警開罰單開得太過火 再加上自己個性比較急 才會當街對袁警標罵 事後已經打電話向派出所袁警致歉 不過以議員的身份標罵執法袁警 就算是為民服務 囂張的態度也很難讓人認同 記者賴冠江包金庭 台南報導